狗哥一阵连招将这把复合武器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大理本用了一击直接将刀片折成两半 今天的断刀大赛看点多多 但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太快说起 开局不给刚才 断刀大赛今天这是要整什么火 紧接着主持人先开幕布露出了一块螺旋状金属态 四位选手面面相聚 我没走错演播室吧 主持人安抚他们说 小场面 节目组的安排你别猜 今天我们先不做刀 从这个全窝纹刀柄开始做起 第一回合现实两小时 比赛正式开始 可以无散兵道林的化学成绩不太好 他不确定太爱这种材料能不能加热 打算先观望一下对手们怎么做 但什么都不干也太逊了 于是他先启动切割锯 打算把太切一小块下来 预留出做护手的部分 但由于太自身对高温敏感 最适合的其实是激光切割 宁静小老弟杰洛也用待局机切割了太快 他打算制作一体式护手 因此要精准的把握切割长短 还好年仅二折的他还没有把校园之时忘光 他的数学水平足以支撑他钻出相应数据 做出精准的切割 吉米这边大胆加热了太快 单猪连压鸡眼很难控制他的形状 一不小心就把他压歪了 吉米只好改用锤子和爪子促行 柯林加热太快后直接上钻孔机 他还事先将钻头烧红 确保钻头和太快温度一致 以为这样能钻得更顺利 但钻头没动两下却卡在了太快里面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 柯林都在和这根断了的钻头做斗争 刀灵这边看大伙都已经加热过太快了 也没出什么意外 这才放心加热材料 然后直接开始扭出螺纹 他的力气很大 轻松就完成了两道全螺纹 而此刻杰洛还在做准备工作 他用一压进压出刀兵尾部的源头 吉米这边也用手锤装拿出了方形底座 接下来再用爪子爪出护手 由于一直都是手动操作 到了这一步 他已经逐渐掌握加工太矮的手法轻重 手法逐渐熟练起来 比赛时间过半 柯林终于放弃了那个镶嵌者钻头的钛块 重新申请了一份材料开始锻造 将钛烧热后 他参考对手们的做法 也拿起锤子的杖子锻造一体式护手 这一次他要争奔夺秒 吉米这边完成了沃文的扭脚 正在加工护手 杰洛也在给护手中心钻孔 但钻头在钛块中央遇到了麻烦 钻不动了 杰洛灵机一动 决定从底部源头继续钻孔 反正下一轮制作刀片时 迟早就要将刀根贯穿这个手柄 可事情没有那么顺利 杰洛一个不小心 高速旋转的钻头突然停下了动作 和柯林当初遇到的问题一样 但杰洛的刀柄依然接近成品 如果拔不出来钻头 他可能没有多余时间再反攻了 最后半小时 杰洛拿出大力显示的拧出钻头 经过一番努力 总算成功取出 另一边的盗林则是吸收了对手的经验 直接放弃做穿星刀根 制作隐藏式刀根 这样只需钻两个钻孔 剩下的用搓刀搓磨即可 钻孔期间他发现 低温是给泰钻孔的舒适去 于是他在作业期间 时不时将刀柄进入冷水 但之后的搓磨就不太顺利了 比赛还剩20分钟 再打磨一下就要收尾了 就在这时 柯林才刚开始制作刀柄的窝纹 但由于温度不够 加上刀浆的力气流失 这个窝纹扭得不是很漂亮 也不够均匀 看上去有扭断的风险 它只能回炉再次加热 最后5分钟 柯林急的脑子短路 居然又将高热的太快 放上了钻床 结果又一根钻头 交代在了他的手上 节目组摊上这样的选手 也是破费了 第一轮比赛 逻期结束 刀家们交出作品 等待评委的审判 刀灵的刀柄基本符合要求 宽度握在手里刚刚好 尾端底座的重量平衡也不错 大贝克表示肯定 就是这个护手上的孔眼 看着不像成品 还有待改进 柯林的刀柄 看起来就像被狼爪捞过 这涡纹有点勉强了 一提式护手也不够对称 总体来说完成度很低 虽然有模有样 但也就那样吧 截落的刀柄可以说相当标准 一提式护手过度圆滑 左右长度对称 涡纹分不均匀 贯穿中心的孔洞也没有问题 吉米的刀柄 形状饱满 握感良好 就是中间的涡纹凹槽 有点锋利 有待休整 表现不错 经过综合评判 这一轮决定淘汰柯林 他的刀柄 护手不对称 涡纹不清晰 整体完成度最低 遗憾告别比赛 剩下三个人 竞技第二回合 在这一轮比赛 终于能开始做刀了 究竟是什么刀型 才能配得上这款刀柄 答案在这一刻揭晓 原来他们要锻造的是匕首 3块1095钢已经就位 各位要用他锻造一把 符合参数要求的匕首 并将他和刀柄组装起来 本轮比赛限时三小时 倒计时继续 吉米先将钢柄放入炉冬价热 在等待期间 顺便把刀柄的孔也扩大了一些 然后直接带着烧红的钢柄 来到动力锤跟前 开始拉伸钢柄 换造刀型 刀柄已经将刀柄拉伸成型 正在用手锤断刀 杰柄很快也进行到了这一步骤 正要开始磨刀 由于匕首有四个平面 磨刀时需要注意对称性 因此这个过程要格外花功夫 时间不知不觉只剩一小时 杰柄在给匕首塑形期间 还一直在修整刀柄 果然是一心二用他时 与他不同 同时一心一意选手吉米 完成塑形后 他最先进入了热处理 将热刀片期间 他不停调整匕首位置 以确保受热均匀 接下来就可以给刀片摧火 刀柄紧随其后完成热处理 刀片硬化成功后 还需要打磨掉表面的氧化层 然后再给刀开刃 研磨刀根时 吸不合刀柄钻孔的形状后 迅速组装刀片和刀柄 最后30分钟 解落也进行了摧火 由于之前一直在先顾刀柄的修整 组装时还算顺利 吉米这边正在组装穿星刀根 他将环弱树脂灌入孔洞 然后插入刀根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树脂交干透 吉米只好在刀柄尾端缠了几圈胶带 赶在刀剂时结束前 勉强交出一把完整的匕首 三位选手停下手中动作 进入强度测试 刺杀板金头 到领第一个准备 一把好刀说断就断 断刀之王大力本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实力 捡起另一半刀片 观察了一下断面 大快的黑色精力 说明这把刀在热处理期间 没有把控好火候 真是太可惜了 由于刀里的匕首出现灾难性故障 接下来两位选手 只要挺过一次中击 就可以直接进击 让我们来看看杰洛的表现 刀身坚固 刀尖没有损伤 杰洛成功进击 之后压力给到吉米 他的刀柄上甚至还缠着胶布 能否通过测试 刀片依然坚韧 刀尖也毫发无伤 做得不错 本轮比赛道领遗憾淘汰 杰洛和吉米闯入决赛会合 在这最后一道关卡 他们要挑战复合一把知名神兵 骑士战斗斧 其末端还要有一个精巧的隐藏匕首 这把战斧流行于16至18世纪 是印第安骑兵使用的兵器 它的质量轻 攻速快 还具备暗器属性 关键时刻可以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印度神话中的持斧罗魔 也拿着类似的这样一把战斧 每人有四天时间断到这把斧子 其中的隐藏匕首也包含在锻造任务之中 刀家们继续加油吧 吉米第一天回到锻造车间 粗略规划了一下时间安排 打算先锻造俯身 准备好钢材后 他先用动力锤拉伸出大质形状 再用手锤塑形 但为了满足参数要求 斧子被越压越薄 已经失去了金固袖 到了第二天 吉米果断开始重做斧头 这一次总算取得了满意的厚度 热处理之后 俯刃成功硬化 也没有出现完狙 可以放心回火了 之后的一天 他把匕首锻造出来 开始准备手柄和刀片的断结 但这把小刀的刀根太脆弱 轻轻一推就直接断掉 吉米十分无奈 但也只能重新反攻 好在制作一把小匕首 只需要几小时时间 这一次的组装很顺利 接下来只需要再把 辅人的手柄加工一下 裹上皮带增加手感 将它和斧头组合起来 就可以收工了 结路回到老家 在野外工坊开始的作业 他找出一大块堂皇钢 决定用它做出一体式斧头 将斧头扩展成型后 他再用维六零钢锻造匕首 就这样交替工作了一整天 斧头和匕首都大体成型 第二天 他将斧头边缘研磨得更光滑 然后用搓刀在斧侧刻出纹样 给这把斧头增加了一点艺术性 之后的脆火一切顺利 准备好了斧人和刀片 就只插组装刀柄等零部件了 他用螺纹组装法 安装了斧柄底部的源头 再加上一层强化扣增加结构完整性 最后将斧头与斧柄组装到一起 自测一下实力 就可以回归比赛现场 打开杀戒了 杰洛带来的这把战斧寒光灵灵 V160钢锻造夫人与匕首 手柄是油火钢管制成 整体风格有一种工业机械感 几米断造的战斧 通体是来自车辆零件 骨头改装自卡车轮廓的回收钢 匕首是汽车的叶片弹簧 不知道握柄上包裹的皮革绳 是不是汽车皮革座上扒下来的 接下来有三轮性能测试 测试的综合结果将决定冠军的人选 首先进入杀戮测试 检查猪肉质量环节 截落首先准备 斧头十分锐利 切口深入猪头 匕首突刺性能良好 杀伤力不错 接着轮到几米 不认切口深入 匕首可以突刺 把手握感也很不错 口格表示满意 首轮测试两人成功通过 接着来看看强度测试 截落再次准备 一番猛击过后 夫人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其余部分依然锋利完整 表现不错 接下来是吉米的表演 夫人和匕首都没有出现磨损 锻造手艺不错 但评委在使用期间 还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这把斧头和椭圆形的手柄 没有对击 大致偏移了5度 不过这一连细节 暂时对测试不构成影响 下面进入风力度测试 截落继续挑战 狗哥一阵连招过后 测试道具七人八落 这把武器无论 夫人还是匕首都足够锋利 狗哥十分认可 最后是吉米来挑战 虽然盗饼裹了一层皮革绳 偏远的握饼在手中依然会转动 有点影响手感 但夫人与匕首十分锋利 可以通过测试 然而表现平昏求色 接下来就要靠细节取胜了 经过评委的仔细研究 吉米的刀柄形状太圆滑 上面缠绕的厚重皮革绳 也没有起到防滑效果 大大影响了使用手感 因此遭到淘汰 最后让我们恭喜杰洛 获得本期断刀大赛冠军 注意看断刀大赛评委又来断刀了 但今天这把刀格外特别 被评委敲断之后 他居然自己支愣起来 挺拔的站在原地 真不愧是刀将 最后的倔将 材料这么常规 题目肯定不一般 紧接着主持人就公开了今天的任务 锻造一把能完美嵌和拼图空位的刀 刀形锻造的越接近 之后的评分越占优势 第一回合限时 三小时 祝各位好运 选手们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上了贼船 今天的题目没有提示任何参数范围 刀片尺寸全屏肉眼孤色 这就好比临摹一部名画 只不过要拿锤子作笔 钢铁为末 刀将们只能硬着头皮 仔细分析了这幅拼图 这是一把全刀根式的小刀 刀尖锐利 刀幅较宽 年轻选手尼克思维灵活 他用一张草纸覆盖拼图 直接描出刀片的设计稿 用它来指导之后的断刀工作 其他刀将纷纷效仿 有了设计图之后 接下来该加热材料了 将操作杆焊在W1钢料上 一起放入断炉加热 钢劈烧软后再拿去断压机 拉伸拔长 得到长度吻合的一块刀屁 就可以开始断打促行了 一身灰衣的戴尔 在给刀屁冲压时 不小心把它拉伸了太长 刀片上需要宽度的部分 钢料不足 看起来很难调整 于是它及时止损 抛弃这块刀屁 重新拿一块钢材进入反弓 时间过去一小时 机轮这边的刀屁经过断打 已经有了刀型 可以拿去打磨了 磨刀期间 它随时按照拼图轮廓调整 形状细节 防止刀型走偏 真是个细节地 因为一边的罗根 用铁战完成了刀片 曲线的塑造 但把它和拼图一比较 却发现刀根太长了 只好用小磨机 切断一部分刀根 再次回路重调 戴尔这边不知不觉 已经追上进度 毕竟单层钢的锻造 不涉及到焊接等问题 只是打铁塑行的话 花不了多长时间 但戴尔比你想象中的更着急 为了尽快开始磨刀 他将还没冷却的刀片 进入冷水 人工降温后 迅速拿去研磨袋 但愿刀没事 而旁边的大块头尼克 反而是进度最慢的一个了 主页厨师的他 平时只擅长锻造厨刀 他现在断了出来的刀劈 与其说刀 更像是锅铲 为了赶上进度 他不得不频繁 借用空气锤和咽压机的力量 比赛进入最后一小时 罗根开始热处理刀片 将刀片均匀加入过后 放进脆火筒 搓磨测试一下 刀片硬化很成功 接下来该修整刀根形状 抹出手指凹槽 罗根再次走向研磨机 进入收尾阶段 在他之后 机盾也进入热处理阶段 可惜二次碎火过后 刀片出现了敲曲 他赶紧把刀放入 骨前夹具矫正 但效果一般 只能积希望于第三次碎火 这时候戴尔完成了 全刀根的塑形 确保他和拼图形状 基本1比1重合后 终于开始碎火 捞出来看看刀片状态 结果一个不小心 居然把刀掉回了油桶里 戴尔情急之下 直接用手打捞 还好刀片已经冷却 没有把他的袖子点着 否则今天的诺刀大赛 恐怕就不能播了 在他之后 厨子尼克也完成了碎火 但他的刀 刚出锅就出现了一刀裂痕 时间只剩十几分钟 尼克选择放弃 最后再磨一磨刀片细节 就是完工了 第一轮比赛结束 进入评委点评环节 先来看戴尔的刀 与拼图尺寸相近 形质方面表现不错 比上一个形状更还原 令评委大家赞赏 美国刀鞋高端刀将尼尔森 就觉得这小子有前途 还贴心送上一具细节指导 其实摧火后的搓膜测试 应该先抹掉刀片外 曾因高温产生的氧化皮 再上搓到测试 急盾虚心受教 接下来轮到罗根 他的刀距离拼图轮廓的空隙有些大 由于锻造图中聚下了一段刀根 导致他的刀分枪不足 尺寸略小 目前刀片表面的打磨也不够平均 总体来说差强人意 最后是尼克的刀 虽然刀片自身韧形还不错 但和拼图走向完全不吻合 单纵这一点 他就可以准备买回家的车票了 更要命的是 刀尖部分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痕 这也形成的硬力点 安全隐患很大 尼克至此只能遗憾淘汰 第二回合 选手们要修整自己的刀片 然后给刀片安装刀柄 限时两小时比赛继续 急盾的刀片表面 还有粗糙的锻造痕迹 于是他先去磨刀 另外两位选手也先从打磨着手 纠整刀片的纹理和裂痕 戴尔的刀片裂痕比较深 粗浅的打磨并不奏效 他只好狠心凿开裂痕 直接焊接修复 罗根这边最先开始制作刀柄 他选择了胶木做饼材 照刀跟尺寸划出切割范围 这会儿比赛刚好过去一小时 极端也开始切割饼材了 将各部分零件 用销令和术纸销装备在一起后 等胶水干透就可以去磨刃 顺便给刀柄打磨促行了 戴尔这边也完成了裂痕的焊接 将刀柄组装完毕后 匆忙开始研磨 赶在最后几分钟 总算勉强完工 第二回合结束 三位选手交出成品刀具 进入强度测试环节 罗根先来挑战 刀片依然比之 刀柄的纸操手感舒适 但刀刃出现砰口破损 多半是热处理 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不过总体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机盾 刀片整体支撑的不错 但刀刃出现多个缺口 刀剑处也有部分饼材脱落 表现中规中矩 之后来看戴尔的表现 这一刀断得够凌厉 够潇洒 比只卡经地板的姿态 比大学生战的军资都标准 虽然断面内部颜色均匀 但商方的小黑点说明 其内部还是有盈利破裂现象 这也许是焊接裂缝导致的 不管怎么说 发生了这样的惨烈事故 也不得不淘汰了 松走戴尔后 罗根和基盾竞技决赛 在这一回合 两人要挑战复合一把经典历史武器 日制长柄战斧 这种武器可用于破甲摧毁路正 是江湖时代官方武士的 致死兵器之一 每人有四天时间还原这把兵器 两位刀将会如何应对 让我们继续砍 回家第一天 罗根先从仓库找出主量的钢材 从双头斧刃开始断造 花两天时间完成斧刃后 还要研磨修整一下 断造期间出现的寒缝 但打磨着打磨着 骨头自身的质量被大幅削弱 稍敲一敲就直接解体验 罗根十分无奈 只能将材料换成弹荒缸 重新开始断造 反攻期间 他的断斧技术更加娴熟 做出的成品比第一次要好很多 也算是硬货得福 之后总算可以轻松一下了 基盾这边回到自家作坊 纯靠手直开始打铁造斧 别看小老弟年纪不大 力气却不是一般的大 仅花一天时间 双头斧就基本锻造成型 将斧刃轮库细节修整完毕后 在第三天一早就完成了碎火 接下来他用铸造法制作猩猩模具 将其镶嵌到斧身上 最后用一块珊瑚套木做饼 完成打磨和组装后 就可以宣告完工 回到节目现场 进入质检环节 罗根的长饼 斧用5160钢板弹簧制成 珊瑚套木斧饼 包括红色皮革与缠绳增加手感 看起来很有时代感 极端的斧头则更精致一些 不然采用820CRV耳钢 上面嵌有铜圈装饰 茅槽与木轴的连接 亲密有种文艺机器 两把长冰斧的气质都很特殊 不知道实际性能如何 接下来进入杀戮测试 先来检验一下 两把武器的威能 罗根先生 狗哥出手 直接把假人做成了毛血旺 这把斧子杀伤力极大 还拥有凶狠的倒勾能力 表现不错 接下来看激动的表现 威力同样不同反响 规舞的瞬间雪花也随之飞剑 这大概就是暴力美学 不需多说 狗哥很满意 踩干俯身上的血迹 进入下一幕强度测试 依旧是罗根先来挑战 不认依然玩好 武器的整体结构也很牢固 表现不错 没中不足是 武身有点太重了 皮革神的手感 也有点影响下批的动作 接着是激动出场 斧子轻便灵晓 立于挥舞 独特的手柄固定方式 也让整体结构坚固无比 其表现只能说完美 最后进入风力度测试 罗根再次准备 水管切口干净整齐 顺利通关 之后来看看激动的表现 不认心薄 切割毫不费力 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武器 两人的表现 平分球色 问题给到评为组 当武器的基础性能都足够完美 评判就只能从重量 平衡性和工艺细节入手了 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讨论 罗根的兵器最终输在了重量上 毕竟锅中的长平武器 会给使用者带来多余的负担 最后让我们祝贺鸡盾 获得本期断刀大赛的冠军 今天聚集在断刀大赛的 都是网季冠军选手 他们将通过两轮限时淘汰赛 决出唯一一名优胜者 和武器大师大贝克 进行断刀决斗 几位顶级刀将会切搜出 什么样的火花 而常驻评委大贝克 最后究竟输给了谁 简直太让人期待了 首轮比赛的断刀材料 又是这些经典的轴唇滚珠 将大小钢球全部装进铁罐 制作合装大瓦石和钢 是今天的工艺要求 这样一听很简单对吧 但实际上 大钢球的直径 要高于金属罐的宽度 硬塞根本塞不进去 四味道将究竟该如何应对 第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比赛限时开始 开局大伙的步调比较一致 都是先给两颗大钢球 焊上操作杆 将它们投入炉中加热 接下来大家的做法各不相同 骨子笔头发长的猴哥 在填充材料线 先用立可白涂满罐子内壁 让他挤到隔离 内部钢材与金属外层的效果 接着把烧热的钢球 放上咽压机 它变成是一放入金属罐的形状 老麦和他同意实现完成这些事 只是填充钢料 前没有添加隔离液 将铁罐填满后 他再用焊机做封存 然后把金属罐投入炉中 等待内部材料在高温中融合 阿强这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 将大钢球处理成小钢块后 为了避免之后的焊接 出现焊缝和气孔 他还特意启动研磨机 将所有材料都清理打磨了一遍 才放心装填 一小时过去 众人的河马在熊熊燃烧的气体端炉中 完成了首个加热周期 克林先拿出烧红的金属罐 把它放上微型冲床 转着圈将其内部压断紧实 完成这一步操作 就可以像老麦那样开始拔长钢坯 手锤与空气水并用 将融合钢坯拉针出刀形 这一空气水究竟有多省力 不是刀将根本没有发烟权 而旁边的阿强也慢慢追上了进度 悉性如他 虽然觉得这块刀坯打起来 手感已经很完美 但他还是很担心内部可能会有气口 于是特意切下一小块 查看钢材的状态 通过破面得知 这次的断结非常顺利 这下可以放心打铁楼 此时克林的刀已经有了雏形 他要做水滴型扩卡弯刀 至于弯刀的弯怎么打造 请欣赏克林的表演 比赛进入最后一小时 沉默许久的猴哥终于完成了金属罐脱膜 这个步骤虽然有必要 但费时费力 看来完美主意也是一种病 脱层后的钢坯再次回路加热 升温器件 滚出中的葛元素遇到氧气大量脱落 让钢坯的边缘一惊冲压 就出现了脱层 猴哥只好拿出棚杀当猪汗剂 再次尝试让钢坯加热融合 这时候旁边的阿强已经断打完了刀型 准备热处理了 这一道环节是让刀坯脆火 硬化成刀片的关键 做完脆火后 阿强赶紧把冷却中的刀放入夹具夹好 防止刀片在周边的温度下出现弯曲 同样专业的老麦紧接着完成了脆火 在防翘区这一块 他习惯用锤子矫正刀片 等刀片彻底冷却 就可以拿去磨刀修饰轮压细节了 另一边的猴哥同样也在磨刀 但他是因为没有时间手动断拿刀型 只能走接近磨出刀片形状 这一方法虽然丢人 但有效 猴哥三两下磨出刀线 也开始准备热处理 最后两位刀将完成脆火后 比赛也进入尾身 选手们简单磨一磨刀 集体交出刀片 等待审判 由于四位东西冠军选手 做出了刀基本做看 几位评委也懒得和他们商业鼓吹 看了两眼后 发现猴哥的刀翘区最明显 刀片还有脱层现象 最后为了赶时间 他选择的研磨断刀的方法 也为专业刀将所不齿 因此惨遭淘汰 其他选手进入第二轮比赛 这一次 选手们要在两小时内 完成刀片的修整和刀柄的安装 刀柄上要有一颗马赛克钉 加入更细的装饰钉 配合树脂填充 制作出马赛克图案 完成这一切 就可以修整刀片的遗留问题了 虽然评委没有指出 但成熟的刀将 应该具有四倍自省的精神 阿强知道他的刀有点过重 于是先去研磨刀片 顺便修行 老麦知道自己的刀片有点消虚 于是他找来雨雀奔浆 软化刀戒后 小心矫正刀片 克林这边也在给刀背做软化 但他是为了增强刀片的防震性能 提高刀具强度 毕竟上一次三三的断刀经历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清理阴影 这次可不能那么丢人了 除此之外 他的刀跟形状也有待修整 而且现在看着还很像半成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 总算有了刀柄的形状 一小时过去 阿强也摸弯了刀 看起来轻便了不少 接下来该做刀柄了 他从仓库找出来几块图案 炫酷的可立奈材料 开始组装 老麦在研磨机这边耽误了太多时间 一抬头居然只剩半小时了 看来他的时间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接下来只能马马虎虎赶攻一下了 克林这边的时间规划正好 此时他已经站立好了刀柄 安装了马赛克丁 接下来 只要把刀柄打磨成适合手窝的形状 再抹一抹刀刃就可以收工了 克林相当高兴 二人比赛的倒计时 戛然而止 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次 评委组也是省去了评论环节 职业宣布先淘汰老麦 他花在研磨上的时间太久 以至于刀柄粗糙 不买裂缝 看着就有假手的风险 老麦遗憾厉害 剩下两人的竞争 却还没结束 两把刀已经上了测试台 接下来 他们要挑战历史上 最虐刀的弹性测试 刀尖被弧线牢牢夹住 两块称砣的重量 将随着操作杆退移 慢慢转移到两个刀柄上 这次 节目组可以说是完全奔着断刀去的 这也就是保送的代价嘛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但是这断刀大赛 还是金主说了算 两把刀究竟谁先携菜 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第一回合测试 两把刀都挺过去了 阿强和克林还没来得及 开心相拥 第二回合测试紧用而来 阿强的刀比克林先一秒断掉 遗憾淘汰 而一路走到这里的克林 将在接下来这场最终决赛里 挑战古武器复原大师 大卫贝克 既然是挑战大师 决赛得复刻一把古兵器才用排面 这次的断刀题目 是一把二战时期的恰西克军党 要求刀片两侧必须有 7英寸长的凹槽 刀柄还有黄铜隔片 皮革流苏 以及鸟头形状的尾部源头 每人只有三天时间完成锻造 而全部的锻造工作 也只能在演播室的工房完成 绝对公平公开 第一天 两人换上工作装 一起来到车间 大卑克游刃有余地开始清理钢材 而克林刚一点的断颅 就被吓了一跳 陌生的环境对心理也是一种压力 克林努力稳住精神 开始端造大马士格钢坯 将钢色叠压到45层之后 他又在钢坯上刻出了平行纹路 再用液压机将刻纹压平 做出T型大马钢 大卑克也选择做同样的工艺 毕竟大马士格钢 做出的漂亮刀纹 就像人的指纹一般独一无二 没有哪个高追求的刀将能不动心 虽然过程风险多多 但绝对值得一战 给刀片加热期间 大卑克还提前顶好了制作刀饼的材料 之后的打铁一切顺利 很快到了热处理的阶段 刀片迅速完成碎火 吓得隔壁克林以为时间跳跃了 赶紧登上前面的步伐 也完成了刀片的碎火 到了第二天 大卑克开始打磨刀根和刀片凹槽 抛光期间 却发现刀身有脱层现象 好在范围不大 大卑克低下头 准备仔细看看脱层的深度 结果刀摆断了 堂堂大卑克也有翻车的一天 实在是太抓马了 但大卑克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他拎机一动 将两脉刀片切断成许多小块 放进金属罐 用盒装大马的工艺 重新锻造大马士革刀皮 虽然走了一点弯路 但是结果没有变 一把全新的刀片很快出国 而克林这边一直在赶工 这会儿连刀柄都快做完了 到了第三天 两人都进入了收尾工作 开始组装刀具 大魔刀刃 两人在每天固定十小时的相处时光中 已经形成了比较深厚的友谊 彼此之间没有对手的勾心斗角 甚至还关心起了彼此的进度 真是令人欣慰 将大马士革刀片酸洗过后 再做个试刀测试就可以收工了 云莱性能测试完结 首先来看看两把刀的外观 克林的刀采用三枚合工艺 用两片45层的T状大马钢皮 包裹一层80C2二钢打造而成 刀柄是古黄铜与染色胡桃木拼切的制作 大贝克的刀工艺更加繁琐 300层钢刀碎成的切片 装剑金属罐断烧成新的钢皮 打造出现在的刀片 刀柄同样是黄铜与胡桃木混合 两把刀的实际效能究竟如何 首先进入狗哥主持的杀戮测试 克林先做准备 这猪楼质量不错 但这把刀也毫不逊色 优越的重量平衡让它的操作性能良好 刀刀神入威力巨大 接着轮到大贝克 前同事出手毫不留情 好在这把刀韧性极佳 杀伤力也很强 完美通关后 来到考验耐久度与风力度的综合测试 克林再次准备 花瓶与皮革都没有伤到刀刃分毫 但是刀品有点长 非无其他有点稍微划手 接着来看看大贝克的表现 刀片几乎能直接把花瓶切开 刃口同样是没有出现损伤 不愧是大神 最后还有一轮复合测试 克林继续挑战 猪排 木棍 皮北心 每一个战斗拿出来都能组成一局势刀测试 但这把刀全部挺过去了 干得漂亮 最后是大贝克迎接挑战 同事做的刀挥舞起来就是安心 但在尼尔森如此这般的柔定下 刀片还是稍微出现了弯曲 不过人口方面还是完好无损 整体结构也没有出现问题 经过讨论 克林刀保持的更加笔质完好 在其他方面调不出明显的毛病 的确具备冠军的实力 恭喜克林成功击败大贝克 成为断刀大赛第一位超级冠军 这些二战时期的火箭筒 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还在发光发热 原来是走在飞舞利用最潜心的断刀大赛 将它们变成了断刀材料 但用它做出的刀片 真的超普吗 言归正传 随着小组赛的落幕 四位选手脱颖而出 他们今天共同聚在这里 迎接这一场武装部队终极挑战 眼前三个玻璃罐 其中有轴承滚珠 炼锯条 还有钢铁鱼钩 不难看出 今天的断刀工艺 又是制作合装大马十个钢 但这种方法对几位老道家来说 也太简单了 节目组必须给大伙上点懒惰 只限主持人大手议会 拿出四枚19148足卡火箭筒 没错 选手们断造盒马要用到的金属罐 就是这个火箭筒 听到这儿 有些选手已经在心里开骂 可惜这些文明用语 还没吹到节目组的耳朵里 倒计时就已经开始 刀家们的锻造基因随之启动 首先拿到各自的火箭筒 开始切割作业 加特得到合适大小的龙气后 还用液压机另外压扁一块圆筒 直接把它做成了筒盖 然后以鱼钩和链锯为主材料 再用其他钢材配料填充火箭筒 焊接缝层后开始断烧处理 迪森这边选择的材料 是小钢柱为主 109斧钢粉为斧 这是刀刀大赛最常见的 河马配具之一 由于材料形状圆润 还是实心的 这样填充起来 也更容易排除空气的干扰 贝尔希望他的刀片纹路 能更花里胡销一点 所以将三种材料都加入了圆筒 耐心等待他们在高温中融合 期待他们最终在刀片表面 浮现出华丽的钢纹 而老乔的思路更加细致 他先将圆筒切开一条缝 扩大空心管的直径 然后把圆形盖镶嵌到底部 让整个容器变得更老固 这才准备填充材料 首个加热周期结束 加特利用微型冲床 将高热的圆筒管压成了矩形 完成了断焊过程 接着他将底层缝盖切开 查看钢柱融合情况 见到内部的实行钢融合紧密后 加特很满意 依然习惯用空气纯压式河马 他的钢柱切口颜色也十分均匀 说明断结情况不错 菲尔的颗马刚刚烧好 融合钢柱紧策而坚固 接下来将钢柱拉长 就可以开始断刀了 考虑到时间紧迫 他却另做形状简单的卡扒刀 加特和他的思路一致 用机器撑长刀柱 压出刀根后 就开始用高速高效的动力锤 锤打刀尖 伊斯恩这边按照炒图 也完成了刀型的初步塑造 这把刀现在看来还是有点笨重 于是他启动研磨机 切磨掉表面的火箭筒金属残留 再给刀片两次开槽 这种方式能有效减轻刀片重量 不过开槽是个气质活 伊斯恩进入专注阶段小心操作 不知不觉首轮比赛只剩一小时 菲尔的刀已经成型 对于大马尸克钢来说 酸洗步骤必不可少 酸液在刀片表面石刻出的花纹 能让刀将迅速掌握钢材目前的状态 酸进过后 声色代表高碳硬钢 浅色代表软钢 菲尔就这样发现了刀片表面 还有金属罐残留 接下来还需要打磨清理掉杂志 才能放心开始热处理 老乔这边进度稍慢 还在断打刀型 大部分轮过成型顺利 唯独刀竟然变成了鱼嘴型 如果不能好好处理 可能会出现冷隔缝 于是老乔直接拿出绞磨器 把刀间打磨光滑 这才继续锻造 最后半小时 加特开始热处理工序 刀刃吹破过后 笔直且坚硬是不错的成果 菲尔紧随袭后 可惜吹破的刀片出现弯曲 只能放入夹具紧急矫正 迪森的刀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简单矫正后 他决定利用刀片资深的厚度 通过打磨减轻巧区承托 再之后是慢工出细活的老乔 他的刀片出锅后没啥大问题 可以直接拿去打磨 抛光表面的氧化皮 几位选手各忙各的 高手们的较量 表面风平浪静 实际上都在默默卷细节 刀击时结束后 四位老兵举刀庆祝 等待评委的点评 贾特的刀纹很酷 刀就能看出鱼钩和链鱼留下的痕迹 刀身则有小钢珠的影子 刀纹设计的十分有层次 关节紧密 打磨也十分平整 直线饱色 老乔的卡巴刀 形式标准 结构紧实 重量也很好 当然可能看出还有软杆残留 这个部位对于一把刀来说 是最需要坚硬度的部分 老乔有点粗心了 一次刀笔直挺拔 表面纹路清晰 而且打磨非常干净 没有一点多余的杂质残余 干得不错 贝尔的刀同样没有基础性能问题 配重也被凹槽调和得很好 唯独饼心有点歪了 而且刀身表面又多处软杆残留 完成度较低 经过一般整密讨论 这轮决定淘汰老乔 他的刀刃有软杆残余 属于最低级错误之一 只能遗憾止步于此 其余选手进入第二回合 本轮比赛 选手们要修整刀片细节 然后用桌上这些皮革材料 制成相应的刀柄 组装成品刀具 本回合限时两小时 比赛继续 加特在之前的选拔赛 就是用皮革片做到刀柄 这一回他也上手很快 先将皮革切成数个小方片 然后用强力胶固定所有皮革片 堆叠出刀柄的长度 开始打孔 Eason这边先找了一块黄虫 将它钻出孔洞 制成刀柄固手 接着用另一块黄虫制成柄尾 方便之后固定整个刀柄 贝尔这边也先从皮革片开始准备 一片一片逐个钻口 这些方法虽然费时费力 但做出的效果足够细致 此时加特开始安装护手 使用一压即使 却意外将护手压扁 引来吃瓜评委大声嘲笑 他花了大量时间修复这个问题 不知不觉 比赛时间就过去了一半 Eason这边已经完成了皮革的堆叠 准备在尾部刀根刻出螺纹 但由于经验不足 纹路刻的乱七八糟 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直接焊上一个螺栓用来组装饼盖 费尔这时才开始处理刀片的遗留问题 他先磨去表面的软杆残留 然后小心处理刀片的窍区问题 而加特这边已经完成了刀柄组装 盖上饼盖后就差打磨刀柄 磨刀开刃了 最后半小时 Eason紧随其上 将涂满胶水的皮革手柄压实后 迅速进入连模阶段 费尔也装好了刀柄 这时他别出性财 想在柄尾打孔 穿伸加固一下 但这个针孔打的方位不对 他怼了半天钉子 也没有穿透进去 最后只好抽掉一层皮革片 才勉强对齐针孔 等所有人都完成收尾工作后 大伙交出陈品刀军 正式进入试刀环节 首先是喜闻乐剑的强度测试 重击于雷 加特先来挑战 断刀之时明不虚传 刀尖一飞冲天 对此遭遇预判的大立本不为所动 加特躲得倒是很快 虽说行命是好事 但这表现未免有点尴尬 分析过断口之后 因为并不觉得刀片内部结构有什么缺陷 也许是重击鱼雷时给刀刃留下了本口 因此从外部产生了应力锻炼 由于断刀发生在第七次冲击 接下来两位选手只要撑过七次砍击就能晋级 伊森先来挑战 一刀下去刀片倒是没事 饼盖却先断了 再继续测试的话 整把刀说不定会直接脱手 这样的安全隐患足够让伊森取代加特 成为淘汰第一候选人 最后压力给到菲尔 有了队友的助力 他只需要挺过一刀就行了 来看看他的表现 恭喜菲尔成功竞技 告别了可怜的伊森 下面进入第三回合 在这最终关卡 二人要挑战的题目是 艾姆斯骑兵军刀 这把刀最初由麻州的艾姆斯公司制造 重量轻盈挥舞迅捷 威丸的刀刃扩关了他的使用方式 华丽的护手也是其特征之一 目前已经脱离实战 成为一种仪式用剑 锻造要求 除了要满足各部位的参数需求 还要在刀片上磕出凹槽 煎柄包含护手和侧环 每人有四天时间完成挑战 赌上刀战的荣誉 继续加油吧 一一天 加特在自驾锻造工坊开工 准备合成大马式格钢 他将15N20合金钢 与1080高碳钢交错对跌 高温断汉后 再用动力机器拉伸 如此反复几次 就得到了足够长的刀皮 另一边的菲尔选手 与加特所见认同 也打算锻造大马式格钢皮 本来一些顺利 但就在他使用扎机断压时 扎机忽然故障 还正好把没成型的钢皮夹在了机中 这扎机可真是H2离职 不干人事啊 菲尔努力了半天 等这块钢皮都凉透了 也没能想到办法把它取出来 只好改变计划 将材料还成单片钢板弹簧 重新开始锻造 这块钢用来断戒 长宽都很合适 菲尔很快完成了反攻 赶在第一天结束之前 完成了刀片的碎火 比赛期先过半 第三天一早 加特的刀片已经完成制作 只差热处理步骤 由于家里没有足够长的段炉 他将两个烤炉拼起来 希望能达到均匀加热的效果 然而刀片吹火锅后 出现了严重的玩具 只好用夹具补救一下 而菲尔这边已经开始筹备剑柄材料 有了上一次反尚评委的经验 这一次 他格外注意护手装置的质量 不仅将护手打造的结实坚固 还在内部相信了皮克条 力求做到绝对保险 之后再找来一块黑护刀木 剑柄打磨出手指凹槽后 把他和护手与刀片组装到一起 就基本完工了 一丝点 加特先打磨刀片修饰细节 接着把他和剑柄各部分拼合起来 最后小吃牛刀直接下班 菲尔这边也在进行最后的加工 他用皮克与金线缠绕刀柄 接着将刀刃模立到坎波罗亲情松松 终于放心收工 回到比赛现场 先来看看加特的作品 刀片纹路清晰且狂野 剑柄雕琢腻 奢华而低调 菲尔的剑则更明亮 无论是偏白的刀片 还是缠绕金线的刀柄 都有一种乐观的气息 两把武器究竟谁更厉害 首先来杀戮测试看看本事 加特第一个准备 刀柄护手的范围太窄 握在手中有点施展不开 但刀刃威力很够看 刺鱼砍都不在话下 接着来看看菲尔的表现 这把刀比上一把更重一些 同时也增强了他劈感时的爆发力 切口深邃净显杀伤力 狗哥很满意 接下来进入强度测试 皮箱子 加特再次准备 刀刃没有任何损伤 整体重量平衡也不错 唯一不足是 剑柄上的护手出现了一点松动 总体来说表现不错 接着轮到菲尔出场 刀片支撑良好 只有一小段便蹲了 刀柄整体偏淡 但手感还是很舒适的 最后是锋利度测试 切割半部帐篷 加特先来 切口深化而干净 刀刃锋利无比 这把刀除了有一点刀柄问题 基本可以说无敌 最后来看菲尔的表现 由于上一轮有一段刀片受到磨损 帐篷切口的毛边略多 但整体依然锋利 干得不错 经过讨论 加特的刀柄设计不够符合人体工具 还在试刀过程中出现松动 因此遗憾淘汰 最后恭喜菲尔获得部队断刀赛的总冠军 一把叠加了100层刚才的超硬大马是个钢线 居然被试刀假人的配件折断了 不愧是惊喜连连的断刀大赛 这位幸运断刀选手究竟是谁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本期节目依旧有四位参赛者 他们将通过三轮淘汰赛决出一位冠军 获得节目组白送的1万美元奖金 第一回合限时三个小时 选手们要用这些1095钢与15N20钢 以堆叠大马是个钢的工艺 做出一把符合参数要求的照片 除此之外 本轮比赛还有一个支线任务 堆叠刚才层数越多 且成功近期的选手在下个回合 可以额外获得30分钟比赛时间 掌握规则之后 比赛现在开始 堆叠大马是个钢的做法 顾名思义就是将手头钢材叠加多层 通过焊接与断烧的方法 把它们做成一整块钢皮 涉及到焊接 首先要保证的就是钢材表面的清洁 越是干净的钢 焊接起来越是紧密 因此大部分选手都选择 先启动研磨机 向手头的钢片打磨干净 以防之后的断焊环节出现分层问题 光头哥便打磨便在心中算数 他有20片钢材 将它们先断焊成整体 拉长后切成5小段 再将这5段钢皮叠在一起 就有100层了 之后再重复一次这个流程 就能得到500层的钢皮 真是完美的算盘 而小平头担心 以四焊20片钢会出意外 打算分成两份 做2块10层钢皮 再慢慢叠加 雅各布打算先定个小目标 将20层钢皮切成6段 但他在堆叠时犯了个错误 他不小心将2块材质相同的钢 裸在了一起 直到焊接后才发现 这就相当于整块钢皮少了一层 在之后的堆叠技术上 也会有一定亏损 罗伯特就没那么大野心 他计划让钢皮至少达到100层 在层数不那么拉胯的前提下 专心把控刀片质量就足够了 半小时过去 光头哥已经完成初次断焊 将切好的五小段钢皮 重新打磨清理一下 就可以再次焊接回炉断烧 小平头的两块10层钢皮 也已经出锅 将钢皮拉伸后再次切个叠加 最后预计能叠出240层钢皮 可是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等到罗伯特也完成了二次焊接 比赛时间已经过半 年纪最小 经验最少的雅各布 进度稍微有点落后 但他的压断手艺十分不错 二次叠加后 他的钢皮达到了114层 而旁边的小平头 在等待钢皮加热期间 场上四处闲逛 随手捡到一块破铁块 仔细一看 他长得怎么好像 自己之前的10层钢皮啊 小平头顿时背从中来 这下他的240层计划 要泡汤了 钢皮的加热周期再次结束 时间还剩45分钟 已经很难再次叠层 选手纷纷开始给刀皮塑形 小平头在层数上心有遗憾 决定在刀片上划出梯形纹 从设计上出类把萃 罗伯特打算做一把水滴形猎刀 这是他最擅长的风格之一 但雅各布很有野心 他打算再跌一次 将他的114层钢皮切成五段 直接拉到570层 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 最后半小时 罗伯特率先完成了 塑形和热处理开始萃火 刀片成功硬化 但另一半裸入在外的刀柄有点变形 他用锤子将其强行掰直后 重新做了一次热处理 这一次 他连同刀根也进入萃火油 最后得到的刀片 笔直坚硬 只需要磨掉表面的氧化层 再打磨一下刀片的轮廓细节 就可以交工了 其余三人也陆续完成了萃火 不过虽然都做到了工序完整 但每个人的刀片完成度 依然有所不同 来听评委分析一下 这四把刀无优熟练 雅各布的刀片层数达到了570层 直接碾压所有人 但留给他刀片塑形的时间太少 导致刀根比例稍短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光头阁的刀有100层 刀片表面有一些没处理干净的烈纹 影响美观 但整体结构稳固结实 罗伯特的刀片也是100层 整体焊接没有问题 唯一缺点是刀起太厚 小平头的刀有140层 不仅刀片和刀刃都有分层 总长度还超过了参数要求 只能遗憾淘汰 其余三人进行第二回合 本轮比赛限时两小时 全程要修整自己的刀片 给刀片安装刀瓣 要求刀柄两侧至少各有三层饼材 而上一轮叠层最多的雅各布 可以提前30分钟开始行动 他的比赛继续 小伙首先去材料池挑了一堆合成材料 这种材料一般比木头更结实耐用 然后他将三片饼材涂抹 强力胶粘合用虎线夹紧 等到开始打磨时 两个旁观选手是坐立难安 好在半小时的确不长 很快他两眼脱离了冷板凳 可以正式加入比赛 光头哥先去给刀根打孔 但是有点钻不动 为了节省时间 他打算只钻一个孔用来安放小丁 其他部位用胶水粘合 组装刀柄之前 他还要花很长时间 打磨刀片表面的裂痕 顺便给刀开刃 用自己的胳膊测试一下锋利度 表现不错 罗伯特则事先去磨到 他在刀底处开了一个长条凹槽 解决了刀底太厚这个问题之后 才去制作刀柄 钻孔同样花去了他很多时间 用瓦子喷登给刀柄做了局部软化 才顺利钻完所有孔洞 之后就只需安装饼材 然后打磨成适合手握的形状 雅各部准备好饼材以后 没有忘记刀根太短的问题 他用研磨机磨掉一部分刀片 做出了更长的刀根 才安装刀柄 最后给刀开刃后 时间也差不多结束了 等待刀家门的是两轮考验 首先是强度测试 劈砍彩色木枭 光头哥第一个挑战 刀刃无伤 刀柄平缓 虽然饼材与刀根的接口有一点裂缝 但在本轮测试中并没有出现问题 可以通过测试 接下来是雅各部的表现 刀刃出现两处细微的划痕 但整体依然锋利 表现不错 之后看看罗伯特的表现 刀刃没有任何磨损 不愧是经历了两次摧火的宝刀 由于罗伯特在刀侧磨出了凹槽 刀的重量减轻了许多 挥舞起来手感不错 刀柄的制作也是十分稳固 第一轮测试全员顺利通过 之后迎来锋利度测试 手刃方格旗 光头哥再次准备 切口平滑 说明刀刃足够锋利 成功过关 而之后的雅各部和罗伯特 和光头哥的表现几乎一样 这三位刀将虽然落行都不到十年 却能在现实比赛中取得这样的成绩 也是前途可期 但本轮必须淘汰一人 压力给到平为组 几个人开始大声密谋 雅各部的刀片在强度测试 出现两处小小的磨损 但并没有伤及刀片本身的结构 光头哥的刀柄只用了一只削钉骨钉 侧面已经开裂 如果再使用一段时间 这个绷裂口很可能会夹到使用者的手指 这样考虑下来 还是送走光头哥比较公平 最后一轮比赛 雅各部和罗伯特要挑战复刻这把传奇历史武器 连刀剑 它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通常作为祭司理系使用 象征着皇室权威 特殊的刀副形状 让它在速度与力量上也占有优势 古埃及的开国兵器连撞剑原型也是它 每人有四天时间锻造这把剑 作品要符合锻造尺寸要求 刀家们继续努力 罗伯特回到家锻造精英大爆发 决定再做堆叠大马士格钢 它的仓库里正好有两块五百层钢匹 只要它将这两块钢匹合起来 中间再夹一层超硬的1084高碳钢做刀刃 这样锻造出来的刀片绝对能大杀四方 刀匹做好后 罗伯特举起它猛敲铁栈 高效完成了镰刀取路的塑形 接下来的热处理与催火一切顺利 它开始打磨刀片 让这把刀更轻量化 最后选个喜欢的手柄材料组装上去 一把镰刀剑就做好了 隔壁雅各布虽然也打算做大马钢 但对层数没有那么讲究 只要了132层就收工 刀匹拉剩完毕后 它还在上面刻出梯形纹路 给之后的成品刀片铺垫一点花纹细节 而刀片的弧度 它选择手动吹打塑形 赶在第一天 基本完成了刀片的塑形 之后的热处理环节 由于没有壳最大小的加热炉 雅各布只能凭感觉用瓦斯喷灯加热 火候可能不太均匀 但起码刀片的硬度有了 最后再用合适的材料制作刀柄 仔细打磨一下 雅各布也在第四天按时完工 回到比赛现场 首先来欣赏下两位刀匠的作品 雅各布的百层镰刀剑上 有着漂亮的梯形纹路 芒果木剑柄打磨圆润光滑 看着就是一把好剑 而罗伯特的青层剑更是夺墨 上面的刀纹融入纹理 已经界线不明 乌木剑柄与青铜酷手也颇有质感 不知道这么漂亮的剑 致命程度会是如何 接下来进入杀戮测试 先来看看雅各布的表现 刀身轻盈好操作 刀刃锋利且致命 给假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狗哥很满意 之后是罗伯特商场 一刀人头落地 靠的不仅是刀刃的锐度 更是刀片完美的几何曲线 带来的爆发力 两人在这一关表现都很不错 不知道接下来的强度测试 会有什么新气象 模拟古战场已经就位 大力本拿起雅各布的剑 迎战全部武装的铠甲勇士 真人员的剑居然被假人的剑削断了 简直太抓马了 这要是真的战场 敌人说不定死于笑场 仔细观察一下断刀位置 猜测是处理不够均匀 两剑刚好相碰在刀刃脆弱的部分 剑箱满宝珠与粉碎 他的魔幻又从何而来 今天的断刀大赛由评委大贝克接管策划 注意这位大贝克可不是离足球的 而是业内知名历史武器修复专家 兼职好莱坞道具制作大师 每期断刀大赛的决赛回合 所展现出的大部分样品刀具 就出自他之手 这场比赛究竟有多好看 让我们从头看起 一回合要断刀的题目是 古饼铜骨刀 它是充满实用性的幻想之作 以现实中的维京萨克训刀为原型 咆哮刀竟然转折锋利 刀背向上攻起 至于锻造工艺 选手可以在冠状大马 和50层堆叠大马之间任选齐 倒计时三小时 现在开始 几位刀匠一拿到材料 首先去打磨钢板 去除表面杂质与修铁 好让之后的焊接更干净 防止出现分层现象 接下来选择了50层堆叠大马 是个钢的泰勒 开始将两种不同材质钢片 交锁堆叠 光头吉姆这边 和泰勒同学的操作流程一样 将合成钢采设红后 再拿去AR机压断压时 尊敬融合效果 接着再回炉继续加热 直到钢皮彻底融合 黄鲍勃也选了对待大马钢空艺 加热钢赛期间 他画好了刀片设计图 在原版样本的基础上 进行了几书改良 并决定自信将其命名为 古饼鲍婆刀 之所以保留了古饼这个词 是因为这把样品刀的手柄纹路 反复古谱就像古花石一般 的确十分有特色 4号选手蓝伟德 也采用了上述方法 飞快端结好了大马士革钢皮 把钢皮撑长后 再切成其小段 重新清理表面硬高温形成的氧化层 将这几块钢重新焊解加热 最终得到了60寸钢皮 达到了比赛要求 时间过去一小时 光头吉姆进入24段焊解段 但他没像蓝伟德那样 精准切分三块钢皮 导致断压时几块钢皮没对齐 前端出现了分层 不过吉姆一高人胆大 直接切掉了多余的部分 简单粗暴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开乐同学就比他多一点细节 但也有经验不足的地方 他把钢皮按相同尺寸 切分成三块后 没有抹去表面的氧化层 就直接二次焊解 这同样可能会导致分层 小老弟自求多佛 黄鲍勃这边经验丰富 在二次断节的过程中 没出现一点纰漏 复合钢皮重新拉伸成型后 他还打算上点花火 用角膜剂在刀皮两面 切出平行纹路 预备制作提醒刀温 从外观身备上 俘获平尾们的心 比赛时间过半 大伙正式进入断刀环节 前期准备阶段越粗糙 这个阶段可能就暴露出来的问题越多 泰勒最先遇到了困难 他的钢皮表面出现了气泡 可能是之前焊接留下的分层 好在气泡位置比较偏 只需切掉一小块钢就可以继续锻造 可惜继续打磨的过程中 钢块另一段又冒出了一个气泡 黄宝博这边一切顺利 他用空气锤敲出刀尖和刀根 再用手锤塑形 光头吉姆在完成基本刀型后 也开始琢磨 怎么让自己的刀片花纹更特殊一点 于是他想到了雨滴纹大马尺克钢 首先用钻床载刀皮两侧挖洞 但不穿透 再把所有坑冻压平 这样再继续断刀 就能得到独特的雨滴刀纹 兰伟德脚踏实地塑造出刀型后 看到队手们纷纷开始制作花纹 他也有点心动 于是他在刀片表面磨出T形纹 打算牺牲一些刀片厚度 将其回炉后 再重新锻造一次刀型 最后半小时 黄宝博正准备给刀做热处理 他先在刀片表面撒上食盐 加热期间 等待表面的盐融化 就是脆火的最好时机 刀片出锅后比日间硬 其他三位选手进度都差不多 他们陆续完成脆火 赶在刀地时结束前 不紧不慢完成了所有工作 直到主持人贺令交出刀片 接下来将时间留给评委 前来评一下光头吉姆的刀 这把刀的弯刃被改良得更圆滑了 坚固度也许能有所提升 不过刀片太厚 有待打磨减重 黄宝博的刀型最有创新精神 轮廓设计得很漂亮 狗哥很欣赏 但刀片下方还有一些衔接与分层需要处理 蓝伟德的刀型设计也颇有风格 不过刀片表面有两道深深的T形磨纹 还没有磨平 如果不能好好处理 可能会形成应力断裂点 泰勒的刀完成度就有点低了 其余选手进入第二轮比赛 在本回合 刀家们要修复刀片的遗留问题 然后做出各自的刀柄 要求刀柄配有圆形护手和尾部的脚冠 本轮比赛限时两小时 祝各位好运 黄宝博先启动研磨机 用热情的打磨清除刀片表面的分层与杂志 蓝伟德和他的判断一样 先修复刀片表面的凹痕 才能放心去制作刀柄 而光头吉姆这边 除了刀片太重 没有其他问题 他只需要简单的磨刀减重 但这个过程太过无脑 让吉姆觉得有点无聊 于是他别出性财 再刀片两次魔术凹槽 既达到了减重效果 又增强了刀刃的艺术格调 真是一味惺细的壮汉 比赛过去半小时 蓝伟德找了一块黄铜 将它切磕成圆形护手 接着雕刻木塞 配合胶水与小丁开始制作手柄 黄宝博这边与他进度相同 在给饼尾的脚冠填充还养出指示 他小心翼翼把这个小细节做得干净极致 之后拿组装好的刀柄去打磨塑形 这期间 他发现护手部位的胶水没有干透 磨两下就出现了松动 鲍勃紧急做了个焊接加固 勉强弥补了这个问题 吉姆这边的刀柄设计更加抢究 从护手到刀柄都切割细致 组装起来严密合缝 之后他用一根黄铜棒 穿插刀柄尾部固定 特地平和完成后进入收尾工作 最后半小时 三位刀将磨刀酸洗加固刀柄 忙碌到了倒计时 最后一个小小的倾注一下 接下来正式进入试刀环节 首先是强度测试刀劈大光灯 吉姆交出他的五颜六色刀 第一个上来挑战 刀刃出现轻微的盾坏于卷边 但刀具整体结构支撑良好 表现不错 接着轮到黄鲍勃的酷炫萨克逊刀 拥有全场最酷刀型的宝刀 连坠弱姿态都是如此特殊 大贝克捡起断刀 发现刀根与刀身的大小比例悬殊 裸露出的刀根还不及刀片的一半大小 因此才会被轻易折断 也是十分可惜 由于断刀发生在第四次冲击 接下来 蓝韦德的刀只要撑过四次 就能晋级来看他的表现 刀片毫发无损 灯弹直接起飞 无需多言 大贝克觉得很赞 告别爆破选手 吉姆和韦德进入决赛馆 在这最后的关卡 大贝克拿出了他的最爱武器 幻想扩建 没错 当别人还在和幻想中的朋友玩乐 大贝克已经将幻想中的宝剑 变成了现实之物 扩建的起源 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其特点是宽阔的双刃刀片 能做出毁灭性的切割和劈砍 但剑刃两侧的开槽 又让他的重量压缩到了 能用一只手挥舞 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武器原型 一直以来 他都在启发武器制作者们的灵感 创造要求 除了刀片长度要符合参数范围 剑饼还需要具有幻想风格的设计 每人有四天时间完成挑战 光头兄弟携手恭敬 继续加油吧 韦德第一天回到家 先开火预热 将一块钢板烧红 由于家中没有电动工具 他只能用锤子断刀塑形 从刀尖到剑饼就花了他一天时间 直到第二天一早 韦德才给刀片做了热处理 不过摧火十分顺利 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去做刀饼了 另一边 吉姆的攻防比他富裕很多 电动工具应有应有 因此他可以大胆挑战大马式隔钢 将多层钢片和截刀一起 高温断崖融合后 再慢慢拉伸成刀剑大小 第二天 吉姆摇来外援 提供精神支持 在小儿子的鼓励下 继续刀片的塑造 然而刀皮成型未办 却中道崩促 表面出现了多处裂缝 修复起来既麻烦 又会影响刀片本身结构 吉姆果断放弃 改用5160合金钢重新开始 这一反攻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 转眼到了最后一天 韦德的刀饼已经制作完成 只差最后的组装 细节设计方面 他经历模仿搭配合的风格 将这些伟大的艺术创想组装起来之后 就差某刀开刃了 完成世道后 韦德正式收工 隔壁吉姆这边也进行到了收尾工作 组装剑饼时 他找出几只假眼模型安装到护手上 这回不仅是幻想风格 还是最终幻想 最后把刀魔术凹槽开刃过后 就是回到节目现场决赛的时刻了 吉姆的现有5160核心钢打造 护手则由414灵钢制作 配有龙岩宝石和翡翠装饰 十分有巨龙与骑士的幻想风格 韦德的剑也由5160钢锻造 至于设计风格 则主打一个大贝克外观 连本尊也觉得很有创意 狭路相逢 哪方更胜一筹 话不多说 现进入杀戮测试 比划比划 吉姆先来准备 一头野猪被开膛破度 这把剑虽然看着顿中 实际操作起来还挺轻盈的 剑刃也很锋利 狗哥尤其喜欢护手上那只小眼睛 十分有灵性 接着轮到韦德 这把剑重心靠前 手中的剑剑增加了它的切割能力 给实验品造成的伤口也极深 狗哥很满意 接下来是强度测试 吉姆再次准备 评委砍得蒸起劲 结果刀片没事 刀饼先掉了 这块源头与手柄之间的连接装置 刀鞋太小 且和刀片相连 所以刀片一遭到强烈撞击 这一块也能传导刀冲击 再看到第七次的时候 终于崩溃 由于是结构实物 直接取消后续测试资格 真是十分遗憾了 最后 再来看看韦德能否撑过七次冲击 夺得冠军之位 这把大佩克之剑 刀如其人 尖如磐石 成功通过测试 最后 恭喜韦德拿到本期锻刀大赛 冠军 究竟是多么残忍的断刀场面 才能让刀将发出这样的爱好 预知现场情况如何 我们先从头看起 今天来挑战大地本的是 他第一季首修时 同台竞技的两位老对手 这次回归时隔七年 两人早已不再是当初懵懂的赛鸟 而是个成熟的断刀老power了 本轮雪麻赛持续五个小时 两个人都采用大马士鸽钢的工艺 但需要抽签决定 断照花纹的样式 乌伦特抽到的是 W型牛角钢纹 这一图案 没听说过就对了 现在只需要知道这很难 具体的做法我们边看边说 奈森抽到的图案是宇迪文 这个样式不算特别刁钻 他松了一口刺 此之急对决即将上演 谁能与大地本在顶红相见 五小时倒计时 现在开始 乌伦特拿到钢塞后 先将每块钢的正反面都打磨一遍 把表面的杂质都磨掉 之后才能焊接紧密 他要做的W型牛角钢纹 前期和普通大马士鸽钢的做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多层钢皮融合过后 还需要把它调转位置重新压扁 再进行切割 堆叠 牛角 等工艺处理 奈森的准备工作井然有序 将钢皮烧好后 一边断压拉伸 一边在脑内勾进设计图 确定好刀型之后 直接上锤子开始断刀 等到轮廓塑造的差不多了 他带着刀片转移到钻床 用钻孔在刀片表面挖出几个小凹槽 准备制作雨滴倒稳 比赛时间过半 布伦特先完成了刀片的断打 开始热处理工业 刀片催硬后十分笔直 可以直接拿去打磨 做一些细节的装置 奈森紧随其后 热处理时 他小心移动刀片 保证均匀受热 成功吹火过后 刀片表面的雨滴滑纹已经很明显了 他又用喷浆加热刀背 缓和了整把刀的硬朵 接着在刀片回火期间 充分利用时间去加工刀饼材料 等待最后的组装 最后一个小时 布伦特还在磨刀 他在研磨上花了太多时间不说 还在磨刀期间发现 刀片上有一个小小的脱层裂缝 他无法确定裂缝的深度 但眼下也没时间确认了 只能点焊修复一下 让他从外表上看不出毛病 然后赶紧去做刀饼 奈森之饼也是先准备好了饼材 才去磨刀 看得出他在时间管理上很有研究 所有部件都准备好之后 在图环杨树纸安装刀饼 在接下来等待树纸风干的阶段 只需要把刀刃磨锋衣完成酸洗 就可以受工了 最后半小时 布伦特有些着急了 他虽然安装了刀瓣 但还没有打磨塑形 只能在仓促中完成受尾工作 好在刀片酸射过后的花纹非常漂亮 但愿他的刀具质量也能如此上乘 首轮比赛即将结束 大力本临时退场 去为接下来的决赛做准备 两位刀将也停下了动作 交出陈品刀具 等待评委的全方位测评 首先是强度测试 先上场的是布伦特 他的反举刀很清秀 表面的刀纹清晰可见 刀柄如玉一般光滑 来看他的表演 我好像听到布伦特心碎的声音了 猜看了一下就被折断 断口内部有一块热处理失误导致的裂纹 还恰好卡在刀底上 所以很容易发生硬力锻炼 实在太遗憾了 而接下来 那次的刀只需要撑过一次冲击 就可以竞技决赛 他的刀同样曲线内凹 看着十分结实 这把刀应该能挺过测试吧 来看他的表现 画面太残忍了 小马不敢看 只见第一刀还没砍下去 刀片就整个卡在了木头上 这场面主持人也是第一次见 大贝克握着手里的刀瓣 心里也是十分无助 这次断刀和上一把也是同样的原因 这下本来敌对的两个人 瞬间变成了知己 但还是要选一个人继续比赛 看着两把精美的断刀 评为组密谋力版 决定以刀片残留面积为标准 淘汰只剩个刀瓣的耐森 保送布伦特 没想到断刀了也能晋级 这一期断刀大赛真是太精彩了 送走两位不相干评委后 场上只剩下大利本和布伦特 接下来是他们的单挑时间 依旧是挑战者出题 布伦特选择的断刀题目是爱达剑 这是一把来自西非的双刃线 既可以做农具 也可以做武器 断刀要求 刀片两侧都要凯刃 长度在23到25英寸之间 布伦特指定的断刀工艺 居然是要融合桌上三种材料 做大马师格三枚夹钢 而对这场比赛也拥有一定命低权的他 甚至还继续拔高难度 提出了在三枚之间增加镊片的想法 最终把工艺要求变成了五枚夹钢 真是对自己太狠心了点 那么接下来就是决赛时间 八小时倒计时现在开始 布伦特先从大马师格钢皮开始打造 完成焊接后 把钢块放进炉子加热 顺便把熟铁掰直 大利本则是先把质地胶软的熟铁烧热 结加到156层 完成初次断崖后 布伦特仔细清理刚才表面的氧化皮 然后继续加热 大利本等待加热期间也不浪费时间 直奔材料是寻找好木头 当做剑柄的主材料 比赛时间过半 大利本的百层大马钢已经成型 接下来要在他的两边 断接镊片和熟铁完成五枚功力 再次加热融合后 就可以转到刀行了 布伦特进度比他快一步 已经完成了五枚的断接开始转刀 他画了详尽的图纸 严格按照心中的规划行动 考虑到中央刀鸡打磨起来麻烦又费力 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先用之前剩的熟铁做几个圆柱体 把他们焊接到液压机的操作台上 接着利用他们断压出中央刀鸡 效果事半功倍 就是看着有点粗糙 但时间紧急也挑不了那么多了 大利本这边终于开始断刀 他从刀瓣开始断压 再小心压出剑枕 接着利用他高超的技术与手感 迅速完成了刀型的塑造 进入热处理阶段 隔壁布伦特紧追其上 可惜刀片吹火后发生了弯曲 他还得花额外时间矫正回来 才能拿去回火 而此刻的大利本不仅悄悄赶上了进度 还开始跟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传授起了磨刀的经验 打磨外奥四边形刀片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中央剑极的笔直 完成了这一步就可以组装刀饼了 另一边布伦特的刀已经完成了回火 接下来他要做组合式鲜饼 先将几个木块平接起来 再用黄铜剑手做配置 最后整体打磨一下就接近完工了 大利本这边的工作还差最后一步算是 把刀进入酸液一小火再取出 表面的花纹就能清晰浮现 两侧的刀刃是高碳钢的深黑色 剑戟上的灰白纹路则是属铁鱼 也形成的 最后抛光一下就可以完美结束比赛 刀剑时结束 先来看看两把剑的外形 大利本的剑整体有一种对称的美 刀片上的图案过度自然 整体打磨十分精致 布伦特的刀片美观程度差点 但这个剑柄握在手里十分撤手 生得大贝克喜爱 接下来进入试刀环节 实现说明为了决赛的公平 试刀评委并不知道两把剑的作者对应 那么接下来进入杀戮测试 狗哥先拿起布伦特的剑 刀片重量靠前 但厚实的剑柄很好控制住了这一点 不仅让刀片整体重量平衡 还增强了踏着杀伤力 狗哥很满意 接下来看大利本的表现 狗哥这刀法在屠宰厂上班 一定能成为头牌员工 这把刀的重量分布 比另一把要均匀许多 软圆形的刀柄手感也不错 和刀片长短比例协调 这些细节只有绝对的老手才能把握好 如果说之前看外表还有点存疑 那这么上手一试过后 狗哥几乎就能确定 这就是老同事大利本断的刀了 不过他看破不说破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贝克 来到强度与锋利度测试 布伦特再次做好心理准备 这把刀经过大贝克的花样楼令 出现了弯曲现象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 他的对手是大利本 只要大利本不断刀 他今天是估计没有赢的希望了 让我们看看大利本的表现 刀刃基本没有损伤 真是太强了 那么最后 恭喜大利本再次连胜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